对不起 昔日上搜索的衣物 后面会变成她喜欢的青色 若是 青色 是检测 怎么还不死心啊 这灯为什么 你不是没有素素的东西了吧 你好不容易找回来 又灭掉他做什么呀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我已经找到他了 找到了是什么意思啊 莫非那凡人 跳下朱仙台没有死 不可能 除非跳下去的不是他 都不是 你个闷糊涂 有什么快说呀 真被你给憋死了 原来这截破灯 日夜长明了三百年 却没有截出半点影子 是因为素素 并没有魂飞魄散 只是彻底将我忘了 没有魂飞魄散 凡人跳下朱仙台 怎么可能不死 除非他是神仙 你说他是神仙 不错 哪儿来的神仙 都没上过天宫啊 他就是 清秋女君 白浅上人 你怎么会有事 你说什么 此事 暂时先不要对任何人说 我还有两件事情 没有想通 为何当初他全身 没有半分仙气 流落到东红 为何到如今 又忘了我 等会儿三叔先缓缓 我得捋捋 我得捋捋捋 你去哪儿啊 我去找东华帝君 他最清楚 三百年前情仓 破终而出的事 我去趟太陈宫 麻烦三叔替我收好截破灯 素素就是白浅 白浅就是素素 那当年你岂不是白折腾了 早知道就是他 娶回来就完了 四海同鹤呀 四海同鹤 还不可以 这都可以走 太子殿下是来找帝君的吗 不错 帝君已经下凡间历劫了吗 是 已经走了 你一直跟在帝君身边 和庆祝三百年前 清仓破终而出的事 这是 不是已经结了吗 清秋的白浅姑姑 封印了清仓 后来受伤 睡了好多年 没有其他的 余下的 小县就不清楚了 好 我知道了 云生 姑姑多年不来闯门子 此番真是不巧得很呢 比方鸟眼下正离家出走 似书处昨日寻他去了 若是姑姑不嫌弃 且让云生好生 招待一下你老人家 真是天大的兴趣啊 每天追着一只鸟去跑 我都习惯了 姑姑 我们快进去吧 等一下 我看你这样子有点奇怪 莫非是我二哥来的 古真是算得一手好挂 二叔早晨就来了 黑着脸 没看我们都在府外待着吗 实在不敢在府里待呀 我还是先走了 小五 进来吧 二哥 走吧 对了 姑姑刚来 肯定没用早膳 云 云生给你 姑姑准备早膳去 小九呢 前几日 还在我那狐狸洞里 做饭呢 他为了东华 已经做了不少 丢人现眼的事情 三百年前 回到我府上 被我吊起来 再打了两次 才算老实 他若在你府上 就给我勘劳了他 二哥放心 我定会将他 绑在青秋湖地洞 不会再出去 丢人现眼了 东华帝君 那个救命恩情 二哥也请放心 小九欠东华帝君的情 由我这青秋成了 我这做姑姑的来还 定不让小九那丫头 好不容易 断干净的镊根 再生出点什么枝鸭来 这东华帝君啊 是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神仙 爱不得 也不能放在心里 雾不热的 好 你怎么忽然来了北荒 这不是刚好 那水君的儿子满月吗 那水君的儿子满月吗 将帖子递到了青秋来 爹娘都出去游历了 我一个人闲来无聊 就过来看看 这东海在东面 你若要回青秋 也应该走东华嘛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这不是四哥让我 从哲言那里 讨两户桃花醉来 我就正好送来了 这儿疼 那我先送去膳房了 姑姑不用早杀了 我走了 我走了 这是四哥要的桃花醉 对了 姑姑 方才我偷听到 你去东海宴席了 是去了 据说太子殿下也去了 姑姑可见到太子殿下了 见到了 当年太子殿下来北荒评判 云生有幸为太子殿下 送北荒图 太子殿下的风资 这是让云生毕生难忘啊 三百年前 你不过还是个小仙童 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不瞒姑姑说 云生最爱听别人讲 这个太子殿下了 姑姑可知 四海八荒 继两三万年的战事 只要太子殿下出马 一定所向披靡 若是日后 姑姑与殿下成婚 一定不要忘了带云生去 我先走了 小心伺候里面那位吧 小殿下 小殿下你慢点 小殿下 娘亲 娘亲你说话不够述 明明昨日说好要同我们 一道回天宫的 云弥谷万死 姑姑命弥谷好生守住青秋 可太子殿下的盗篮 我实在拦不住啊 明明古请求责罚 云华君也来了 夫君说娘亲不愿意 同我们回去 是怕一直住不惯天宫 这没什么 我和夫君搬来 与娘亲同住就是 只要有娘亲在 阿姨是哪里都住得惯的 你要搬来与我同住 你夫君也要一起来 姑姑 淡定 这也是有先例的 先例 据说天君做太子的时候 老天君为她定了本家的表姐 做太子妃 天君不满意 老天君一直天职下来 就把她罚到了姑母家府上 去关禁壁楼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 竟生出了情义来 便回了天宫 为一桩美谈 美谈 对啊 叶华君来青秋小祝 自是名正言顺 谁也搏不了她的趣啊 我倒觉得她此番来 是来找我麻烦的 姑姑在东海 惹了叶华君 我棒打了她与那东海公主的姻缘 那 叶华君还不在 姑姑还能躲上一阵子 她不在 她把小殿下丢给我之后 就走了 娘亲 阿黎有些饿 你那里可曾留下饭时 不曾 小九呢 他在不是有人做饭吗 你走了之后 他就随着你去凡间报恩了 又去报恩了 莫非是东华帝君 罢了 我们先带阿黎去蘑菇集买些吃的吧 来 姑姑 我娘亲这样年轻美貌 你做什么要将她 教了这么老气呢 姑姑什么时候添了个小娃娃呀 昨儿天呢 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 原来是姑姑的小殿下 蘑菇集里面 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不知道小殿下 你可喜欢 娘亲阿黎想要这个 拿吧 我来 姑姑 大丰收了 怎么还愁眉苦脸呢 就是丰收才不高兴啊 姑姑 丰收了就只得见了 去年结得少 你们也赚了不少 果子看起来不错 你挑水果的功力 是小酒清传的 你来挑吧 那这家正要半筐吧 叶华君 你来了 刚好 今天中午我们吃琵琶 要一起吗 阿丽吃得长身体 你就给她吃这个 你喜欢吃吗 喜欢 哪里找得到一些肉食树材 你这个琵琶还要不要 要 你看看这个 快看 不行 上车吧 我亲家回来啊 你看 这小娃娃馆的姑姑叫娘亲了 是啊 害怕这男人叫父君呢 姑姑 姑姑回来了 这两条鱼啊 是小的孝敬姑姑的 姑姑回去断了 将养将养身子 多谢 她一个人照看儿子 确实该补一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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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